印度洋双台共湖逐渐在萎收当中 首先我们来看孟加拉湾里面的尤星巴沙尼 它是来到东西83度北约15度 也就是印度的加尔哥达大概东南方向980公里 中心气压值来到980% 中心时速来到100公里 100公里相当于我们的十级台湾 它以每每20米的速度向西北前进 但是它会慢慢接近印度的土地 它现在包含尖高达320公里 已经接触到印度了 而且逐渐开始转向 为什么转向呢 因为它在东北方向一个高压 还有从西南方向一个高压 导致它慢慢转向东北方向 同时无意逐渐在点滴当中 未来的趋势是 它会来到每个小时85到95公里的速度 大概是我们的9级台湾 每秒可以达到12米 最大寸只有15米 像东北方向前进 但是它会慢慢萎缩 因为它在孟加拉湾里面 还有遇到土地 就慢慢消失了 到底会不会这样子呢 我们持续锁定阿桑林 再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印度13大线风 塔利姆 塔利姆现在达到东西92度 南回14度的地方 也就是吉林青岛的西南方向 大概700公里 中心气压值来到9904百趴 中心时速110公里 也是实际左右 包风半径260公里 所以每秒15米的速度 向东南移动阿 昨天在塔利姆西南方向这个 复热带高压 持续向东北移动 而且塔利姆的行气速度 一来也会 拉着卡利姆 持续往东南移动阿 但是 来到硬点是 塔利姆开始转向东北方向 同时 塔利姆的行气速度 已经开始减慢了 从100倍成85 甚至60左右 持续向东北方向移动 慢慢减弱阿 到底会不会这样子呢 请您收看主持人的开讲 谢谢观看主持人 拜拜